其實跟我們剛剛寫的那一題還蠻像的 哪裡一樣 就是我們現在是猜數字 但是它這個是猜剪刀舌布 猜3選1 那跟數字其實蠻像的 主要是說我是把剪刀舌布的文字轉換成數字來看待 所以1是剪刀 2是石頭 3是布 所以我們如果說要幫電腦隨機抓一個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一樣random range 然後就在1、2、3中間抓一個run出就可以了 如果它抓到是1 那就是它就出剪刀 如果抓到2 它就是出石頭 抓到3就布 OK 好 所以電腦出的題目一樣用import random 然後呢 所以我們當畫個email號 你如果要開始拆囉 對 所以畫個email號 然後裡面的話呢 我就讓那個什麼 random range 幫我在1到3之間抓一個數字 一樣嘛 random range一樣嘛 1到4 就是抓到1、2、3 OK 好 那我就把它放在s裡面 放在s裡面 所以我不知道它放什麼啦 反正我知道它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我們在這個回圈裡面嘛 所以反正就是它先出個題 然後我再猜猜看 那猜猜看的話呢 當然我就是 輸入一個 如果我出也出剪刀 它也出剪刀 那就平手 所以我如果出石頭 它也是石頭 平手 所以接下來輸入完之後 底下就是做邏輯判斷 那判斷的話 應該有1、2、3、4 如果它當它輸入4就離開 所以如果它輸入的m裡面的只是4的話 就離開 那剩下來就三種狀況 哪三種 一個是第一個 平手 平手最簡單 平手就兩個都一樣 你1為1 你2為2 你3為3對不對 所以平手 你會發現我平手就寫完這裡 平手 OK AOC 平手 兩個相等 那什麼狀況下這輸呢 就是你出剪刀 那我出什麼 我出布嘛 所以你1 那我3 然後如果你出石頭 我出剪刀 你2我1 所以我其實後面這些是把那個會輸的條件有沒有 把它列出來 所以總共會有三種狀況 這個或這個或這個 然後就是把那個應該是什麼 如果m 是我們自己出的 石頭嘛 然後它出1是剪刀的話 那表示說我把我贏的狀態都列出來 所以lif這個地方就是把我贏的狀態都列出來 然後顯示說我贏了 那反之的話 我輸的三種狀況列出來之後 那就我輸了 OK 所以程式寫完 大概這樣喔 所以當然我這邊只是跟各位提示大概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還弄一下 這個程式喔 所以喔 我要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邊出現 請輸了1 2 3 4 那當然出了4就break掉了 OK 如果我今天出剪刀 Enter 欸 它會出現喔 你出了什麼 我出 我出了1是剪刀對不對 然後電腦出了什麼 電腦出了布 有沒有 然後呢 最後顯示你贏了 我贏了 OK 然後再來喔 所以因為它是壞我衣帽號 所以它一直不斷出題 除非你輸入4才會break 所以離開的地方一定是4喔 最後要出剪刀 欸 我出石頭 Enter 你出石 我又贏了 它又出剪刀 它是故意放水 我出布好了 剪刀石頭布 3是喔 它該不會又出石頭給我嗎 欸 沒有 它出布 所以這個應該裡面沒有做假成分 它會Random 然後再出剪刀好了 Enter 欸 它又平手了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程式應該不複雜吧 只是做一些條件上面的比對 然後得到結果 最後我結束就輸了4就break掉了 OK 可以出遊戲 所以喔 請各位可以不妨試試看 當然我這個只是提供給各位一個 參考的一個程式寫法 如果你覺得還有更簡單 或者是更你覺得 比較習慣的寫法沒關係 是可以改 因為這是我想出來的 OK 那這個程式原本是在Java裡面的程式 把它搬過來 可是以前寫Java寫這個簡陣 哇 天啊 簡直是太複雜的一個程式 以前恐怕那個程式的數量 比這個兩倍三倍都有 哇 寫下來真的是超複雜的 我是後來把它簡化再簡化再簡化 變成像這樣 我覺得已經夠簡單了 所以喔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裡面 比較會需要注意的部分 應該是一樣嘛 畫我一帽號 然後進到裡面就輸入嘛 只是說可能有一個地方 大家會覺得比較不太能夠理解的 應該就是所謂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B-list 這個B-list實際上 因為為了說我們剪刀、石頭、布 雖然是一個數字 但問題數字要怎麼對應到一個文字 有沒有 你不能說我們自己看 但問題你將來那個敘述一定要出現 你出 電腦出了什麼 你不能說 電腦出了 不是什麼 三嘛 電腦出了三 然後平手 你這樣敘述這樣別人會看什麼 所以呢 為了說把那個數字轉換成為文字 所以呢 我們這邊會多一個所謂的串列的清單 所以這個是今天後面要講的 所謂的串列 那串列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串列英文它的名稱就是List List其實我覺得翻譯應該比較正確是清單 那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給個清單 你將來用數字就可以取得你清單裡面的資料了 你會想說 老師很奇怪 你這個清單為什麼 第一個位置 中間一定是它豆點嘛 第一個裡面放什麼 沒有東西 兩個算號就沒有東西 你說老師 第一個為什麼空下來 然後第二個才是剪刀 第三個石頭 我跟各位講 好像剛上課有講 因為電腦理解是從零開始 所以很多編號 我們的理解一定從一開始 你不會說 你從零號開始編 如果從零號開始編 人家會一定會 所以以後翻譯上 你零號 應該零 不會說 一定從一號開始編 但問題跟各位講 電腦的編號一定是從零號開始 它不會從一號開始 可是問題會有個障礙 什麼障礙 我們習慣從一號開始 所以我後來想個辦法 我本來是寫成這樣 寫成這個地方是沒有空下來 剪刀是零 布是一 剪刀是零 石頭變一 布是二 那結果會變怎樣 以後我要比較的時候 如果它出一 那我還要再把這個數字編號再加了一 再去取得 那常常會有一個狀況 到底哪邊要加一 哪邊要減一 這很頭痛 所以後來我想一個辦法 索性 直接加了一個空白的 這個地方不要用 有沒有 我就從一號開始編就好了 這樣後來 程式就再也不會有 加一減一的東西 每次光那個加一減一 真的是非常要命 而且程式非常容易寫錯 兩邊match之後 再也不需要加一減一的問題發生 所以特別是如果這邊空下來 表示說我零不要用 我從一開始編就好了 這個主要是考慮到就是說 我們在寫程式比較好思考 不然每次光那個 加一減一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電腦本來設計就是要給人用的 你不能說站在電腦的角度去思考 也沒有錯 但問題人還是很重要 就越簡單越好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Excel蠻好用的 因為你會發現Excel它的編號也是從一開始 它不會從零開始編吧 有沒有 地零列 可是跟各位講 Python裡面有一些物件 它在零開始編 對 所以變成怎麼樣 你就自己要轉一下 我們乾脆零不要用 可不可以啊 我不要用會不會影響 你說老師 不會用會什麼差別 有 浪費多少 一個byte 一個byte 一個byte多大 兩個byte大概就是說 你的薪水裡面扣一塊錢 有沒有 扣一毛錢 有沒有 你以後遲到 下次遲到 我跟你扣一毛錢 那我每次都遲到就好了 因為反正扣那個 對我來說沒影響 所以其實說根本沒影響 好的影響就是程式變簡單了 對不對 那當然一定要 所以這個清單後面還會再出現 因為未來我們會有很多實體的資料 對應到一個編號 那問題是說你不可能總用編號吧 實體資料怎麼辦 那你就要放在串列 所以後面的部分 我們待會就要來看第五個單元的那個串列部分 因為串列就有點像類似Excel Excel 你會發現Excel很好用 因為Excel有地方可以放資料 那問題python的清單放哪裡呢 那就是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待會請各位也許可以先看一下 第五個單元的那個表格 這個第五個單元 可能在講義我們好像沒有特別印下來吧 因為這資料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請大家也許這個後面部分 就是看一下那個雲端的資料 那首先的話這邊就會有個串列的一個列表 串列列表其實就是教你如何使用 用那個串列的一些相關的方法 比如說串列的話 一個空的串列就是中瓜湖 所以一個空的清單就是中瓜湖 那如果假如一般我們會有什麼需求 比如說我今天最常會用到 我要怎麼知道說這個串列裡面 這個清單裡面到底有幾個資料 所以一般有幾個資料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len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len函數 你在給串列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串列裡面到底放了幾個資料 len就是它的總共total放的數量 那底下當然還有mini mini就是那裡面清單裡面到底哪個數最小 有沒有然後最大的就是max 然後還有index index就是抓哪一個資料 還有就是count 類似像這些我想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後面如果你要使用清單裡面的資料的話 都會用到這些函數 其中的話我是覺得最重要 待會就會用到的就是類似像什麼 還有像如果要放資料進去的話 因為將來你一定會產生資料 那放哪裡 所以會用到一個append的這個函數 append append是什麼呢 就是把資料放進去的意思 ok 把資料放進去 那其他還有像insert 這個其實也會用到比較少 remove就是把資料移掉 然後revert 這個就是把資料顛倒過來放 可能本來是123456 你把它加revert 它就變成六四三 再把它排序顛倒而已 ok 其他還有像什麼sort 排序等等 這個我想這個列表 大概知道一下它有哪些功能 然後呢 我們待會就來做一個練習 第一個練習的話 就輸入成績 ok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寫一支簡單的程式 這個程式就是說 我希望輸入學生成績 但是我不確定知道說 到底學生有幾個人 不確定 所以如果不確定的話 那大家用壞回圈 所以我們就是 把那個學生的成績 通通輸入進去 ok 那輸入進去之後的話呢 到什麼時候離開 就是當我輸入不是成績 是輸入-1 所以關鍵字就-1 如果是輸入-1 那就離開了 ok 好假設這樣 最後把那個成績的清單 幫我列印出來 所以喔 我們第一個這個作業練習 這個練習就是輸入成績 所以 簡單說不可以 這個大概就提示一下 如果各位有時間自己再玩玩看 那再來我們就是第五個單元 第五單元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寫一個 輸入成績的範例 這個成績是這樣 如果我今天輸入第一個 87分 第二個89分 第三個90分 好 那如果我假設三個成績囉 那我輸入完了 那我就結束-1 Enter 所以當它的條件是-1的時候 它就離開程式 就幫我把清單列印出來 欸 假設我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應該如何撰寫這個程式 好 那請各位喔 先 欸 試試看 這個程式的話 我待會再來說一下 我把這一段先 好 好